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财子通盛 今天的嘉賓有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 財富管理策略士 溫冠良 新的幫我們分析大使 你看到我少少後 為什麼呢 股市都長旺範 氣氛開始轉好 我們馬上看看 現在恆子升上321點 總成交金額1163 SUNNY 先交給你 幫我們分析大使 是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訊號式 就是有機會挑戰29000多點的水平呢 我們先從宏觀的角度去交流一下 早前跌的原因是因為有債息 又是內地的收水 其實這兩個因素 其實市場上都未完全去平復 你看到A股其實都未完全去見底 只是說有些跌得太深 甚至一些有趨勢的普團股 有發展方向 政策支持那些都有升 但是你是不是這些消息 再加上宏觀上面 例如預期的通脹會不會走得太快 或者是例如新興市場的走資問題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牽動著市場的情緒 市場的資金是因為市場的情緒變化 而去做一些決策 所以再加上個星期來中概股的大跌 如果大家真的買美股 不小心沒有做止虧的話 其實就真的輸很傷 再加上這幾天 其實越來越多消息出來了 就是關於這些中概股後面的 Family Office 大的基金是輸了很多很多的 還要爆倉的 大家也知道一爆倉是一個連鎖反應 現在不是只是一隻基金 就是韓國人的爆倉 而是說Moruna 野村 甚至大行 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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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40億 後面 它虧40億 後面那些客人的基金 或者家族辦公室是虧多少錢 所以是連鎖反應 我覺得如果這幾天 仍然有些後的餘波 其實我覺得市場現在是偏向反彈為主 所以剛才所說的幾個宏觀的因素 都是使得市場群罩著很多陰霾 所以就要用我們的操作去做 就好像上個星期四、五 可以說是 突然間星期四大跌完之後 跌到27,500 然後反彈 如果大家很厲害那些是那天買到貨 然後星期五又沒有走 昨天是沒有走 其實我覺得明天後日 如果這些是做短線 做swing trade 甚至這些是拿的貨比較多 我覺得明天後日 如果是跌下來一點 或者做了陰燭 其實短線應該走一走 因為現在你看整個圖形上面 是去到頭肩 之前是因為頭肩底穿破了頸線 頭肩頂跌穿了頸線 而現在回到頸線 看看短期可不可以去到二十天線之上 或者可不可以在28,800 站穩 但我自己覺得應該是明天兩天 例如接下來是貨戶節假期 貨戶節假期 清明 所以明天後如果有戶就先吃戶 寧願下星期回來再看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就是短期的看法 當然中長期的看法就是有些好的股票 例如比亞迪、若明生物等 其實我們正在採取月供的方式 哇! 若明很厲害 即是你中長線有中長線的部署 短線有短線的部署 這樣令它過度一下 剛才若明真的很誇張 公佈業績那一刻低位 好像Sunny這樣說 如果你夠膽 譬如這些日子79、80元這些 撈到這裏的20% 其實都可以碰到兩次給你看 這樣也算是這樣 這隻若明生物比較強勢 不過剛才提到比亞迪 會不會都近來比較窄洗少少 見它圖形方面 就一步一步這樣倒下來 如果1211和175兩隻去選 又會選1211定還是175 定還是我知道剛剛第一次了 未來小鵬尼上 那這三隻 未來中概股的一些 在美股我們也曾經有炒過 那些車股也有推薦過 推薦過 美股方面可以試試 未來小鵬尼上 那三隻看頭多些 還是看回比亞迪呢 看看你是投機去選 這些造車身勢力還是怎樣 但我自己偏向重駐的話 我現在正在月供的都是121比亞迪 我比亞迪已經供到第二個月 我應該會再月供三四個月左右 希望它其實越低越好 我自己正常的註買未買 因為你看到其實也有下跌趨勢 當然如果下個星期市回來好一點 或者四月中美回來很好 還保持在150元跌不下去 其實不是月供的住 因為月供你住 可能每一次月供幾萬元 但到時候我就會分住買幾手 我最多可能買兩三手三四手 買夠幾十萬 然後放在這裡 和巴菲特打算和股神 股神和 Charlie Monga都說 我們超長線持有的 我想我應該有機會見證他們的人生 所以我應該會看著它長一點 有些股份要放長信眼去看 但是175的基本面 甚至是都真的弱一點 尤其是穿了20元下來 你看到它不是很快就收復20元 銀幅上去 有一點擔心 不知道新年是不是都是這樣 都是弱的 當然你現在已經跌到差不多 上當初11月上升的位置 你再跌的空間又行 但是你上升的時候 你給我選擇 你是基金 或者大家喜歡 都選擇龍頭 至於小鵬、蔚來和理想這些 就真的 之前的股值炒得太高了 所以看你認不認識 每間公司的發展 還是純粹炒 因為純粹炒你就看圖 其實不需要理會什麼 你就看圖炒就可以了 看看市場有沒有特別的氣氛 我覺得未來一年 就算是新能源電動車 其實都不像去年那樣 都是 尤其是昨天新華社出了一篇報道 說 恆大汽車 有一點覺得都是bubbles 你說得很厲害很厲害 實體車有味 不可以只是concept car 不是車戰 不是跟你說 不是說概念車就可以 所以股價都要捱沽 今天還要跌多2% 看來近來都未必是勢頭 所以剛才Sunny也有說 1211可能要以月供的方法 去入手 Sunny回到你最耍家的伎倆 Jason問你聯益用科技9959 新股抽不抽好呢 這隻股份的前景是怎樣看呢 或者對於一些新股教學 有沒有兩三招 聰明一下我們UpTV財經 和Capital講股講股的觀眾朋友 以至再穿下去 搭完這隻之後 一隻bilibili 以至一隻百度 反而有些人都要坐艇 一隻bilibili 以至一隻百度 以至二百元是否買的時間 這些都想一陣間Sunny一次過 慢慢慢慢的 講一下給我們的觀眾朋友聽 先講一下結果 我們身邊的親朋戚友 和我們自己的戶口 有兩種抽的 有抽的 但是抽的比起樂輝 心通快手那些 大概用了一半的註碼左右 但是所有戶口我們都有抽的 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姨媽姑姐 很多前男友 前女友 小學同學 幼稚園朋友 幾十個帳戶 幾十個朋友 都會幫我一起抽 什麼都有 是沒有ex 沒有ex ex 不管理我 所以都有抽 但是有兩種抽法 一 如果以前的市場很好 還有如果9959 在一月初 在農曆年前 我真的借底褲 都會抽爆它 因為市場氣氛 其實這間公司是不錯的 所以基本面 甚至保證人 甚至發展的方向 其實都不差 所以我們除了會抽一手 看看能否拼得中 另外也會抽下A尾 有分A組和B組 B組就不想抽那麼多 一來就是利息貴 還有擔心白蓉雲創 今天中了 中了那怎麼辦 不知道 哈哈哈哈 其實當初遇到駐馬 其實我們有其中一兩個賬戶 都抽了B組 以前那些不中那些 就抽了兩手 現在中 就中了整手 六手還是八手 可能是好的 樂觀點 這樣想 可能有機會好的 但因為你的息和比例不是特別多 所以其實只要他升3-4%已經回本 我覺得今天市場還好 成交不是很配合 所以剛才你一開始分析大市 旺觀大市 我也很認同 SUNNY 成交不配合 有沒有機會回落呢 現在很搞笑的 就是跌市就大成交 升市就小成交 就是在發生這件事情 對於市場來說 一定不會釋出一個太樂觀 或者太健康的訊號 不過新股市場另作別論 剛才都是樂觀的 9959都應該參與一下 是不是意思是 這個參與和你參與百用雲創 或者之前的二次上市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會稍為重一點 當然你說未來這個星期 突然市場很差 可能都是一種 可能一種少少投機的風險 但我覺得 從基本面 和股權的架構 短期的供需 幾樣東西 我覺得 因為就算你不中 你輸的話 都是輸到幾個% 但是一中的話 可能二、三個% 我覺得 我自己從直播率角度出發 但到時你要明白 你知道 現在我們有分 抽中了 立即走 還是抽中了 要不要留 還是跌下來要買 還是突破要買 所以 新股到半新股 其實都是一種體系 當然我們的做法 就是從PIPO到IPO到半新股 其實就是一間公司 從他還沒出來工作 從中學到大學到出來工作 都完全希望了解到某些公司的發展 新股的課程 有興趣可以在網上搜尋 找到新的項目 可以了解更多 因為剛才說 《衛來小鵬理想》 雖然滴滴出行 沒有選擇香港上市 你又怎麼猜到滴滴最後選擇美國呢 這個也是有趣 但是頭上有兩隻 《Bilibili》 《B站》 《9626》 還有《百度集團》 先問《Bilibili》 如果有課程的朋友 都頗危危苦 譬如昨天《753》 直接夾走了一半人 很多人昨天一抽都積走 究竟這隻《9626》 先說我們的操作 我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Bilibili》 《百度》明知道沒有肉食 但汽車之家也有少少肉食 《Bilibili》和《百度》都一半 《Bilibili》我們做法就是 昨天的AO 昨天AO是800元 所以我們都輸了少少手續費 100多元 還有手續費 每一手都輸了幾百元 《Bilibili》其實都是關於股值的事情 還有市場氣氛對於科技股和增長股 都是一般的 所以《Bilibili》 如果大家抽中了 還沒離開的話 其實如果你不等錢 可以等幾個月 因為始終它跌下來 直播率很高 高的原因是 因為這兩年增長的前景 是不錯的 甚至有機會 可能會部分領域的規短翼 以及市場吸納的用戶 是有所提升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ATMXJ 或者百度 或者《Bilibili》 從《Bilibili》的波動性來說 《Bilibili》應該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承受到 風險的人 你可以擺下 甚至是 如果接下來跌到 例如7.8.3 或者7.8元 這些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買多些 都可以的 除非真的變成熊市 一包前提就是 現在它跌下來 仍然是牛市 現在只是市場 不喜歡這種類型 但是當你看到 增長的前景的時候 你在它還沒大升之前 買了它 就OK 因為你看到它《Bilibili》由 美股150多跌到 約900多元 的時候 現在100多元 其實直播率是有的 但也是那種 你不會一注買完 例如我們這段期間 都是分注的模式去做 可以部署一下 真的有潛力 反而你一隻1024快手 應該轉轉手 就轉回到Bilibili 除非你現在1024 快手就捱了 在260多元的股價那裡 它又不動 又上不回300元 那你做短期操作 又沒有機 高位捱下來 不知道放在這做什麼 你唯一的衝景就是 駁它染藍 只能夠這樣去看法 資金又不是特別追捧 所以這一隻就悶一點 如果你說這些短視頻股份 還沒有的話 我都幾建議 可能買少少 B站可能 都是有個直播空間 另一隻百度集團 200元好像守得住 捉起個血肉長城 砌在200元的位置 200元樓上可以買第一注 9888 我第一注就買回 我們也是第一天 看到它開市的時候 我們有些方法 抽中了哪些要在暗盤走 哪些是第一天走 第一天走是收市走 還是開市 即是頭三分鐘 五分鐘 十五分鐘走 有些就在暗盤走 有些就在AO走 最後剩下的那些 都是在第十五分鐘的時候 其實已經走了 大概是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四 那天不是連續跌跌低日 我們那天就買了第一注 不是 後面 這裡 這裡 我們都沒有在最低購買 例如我們美股又買 港股也買了第一注 買得百度 當然就是 是一個中長線 因為現在的ATMXJ 其實都一般 甚至美團的壞消息跌下來 我覺得其實 接下來都有直播率 當然根據你自己的回報 和風險的狀態來選擇 如果你希望高回報一點點 其實等美團跌得差不多 可以先買美團 然後它的波幅會比較大 它的beta值會比較強 然後如果要穩定的話 其實就應該買騰訊 或者是阿里巴巴 其實ATMXJ 再加上現在百度 我覺得這幾間的互聯網巨頭 其實跌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六隻入面買一半 其實未來一年 其實回報都應該會不錯 是的 美團昨天就有些壞消息 今天都升了5% 看來真的有些資金追捧 希望它就在社區團購那裡乖 搞得好就有計談 搞不定就難搞些 還有一隻新聞多多 一百一零小溫集團 應該收市之後 雷軍有些好消息帶出來 不知道這個好消息是什麼 它有個晶片叫什麼 叫澎湃 嘩 幾型 澎湃 澎湃 哪個它玩 究竟可不可以令到股價澎湃 應該都要看定些 你看到小咪都是好像狼來了 今天就跟你說造車 明天跟你說造船 後天跟你說上太空 究竟會不會是這樣 大家拭目以待 休息前回答一下觀眾朋友的問題 Ivan就問Sunny 1888隻劍韜即陳版 以及1910新秀例 兩隻選哪隻好些 當然你說不同版塊很難比較 估計在駐馬控制 以至公司前景都有不同的方向出現 兩隻選哪隻好呢 Sunny你覺得 確實是很難兩隻完全去比 先說一下 你見到健韜即陳版 為什麼升得這麼誇張 由當初的六七元到現在十六元 市那麼差它也有升上來 主要是因為現在晶片短缺 它主要是做電路版的 所以它也算是工業股 也有科技技術的元素 所以你看到它現在市場上 有時候都說晶片短缺 iPhone、iPad也做不到出來 汽車晶片也做不到出來 所以其實它的 demand supply 也有保持著 我想應該還有三個月至半年的時間 對這個市場有這個需求 所以從穩健角度來說 因為見到你其實都相對是比較穩陣 另外就是1910 其實1910我們一直都有 我都喜歡1910 但你見到近來1910 很小 因為你見到上星期跌下來的三支陰燭 成交多了一點 所以1910其實是否因為 上個禮拜前個禮拜 歐洲的疫情又差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 你覺得疫情 接下來會相對比較受看 以及對時間表 例如你覺得是一年後 才可以世界通到的話 可能前景上的新售禮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或者要磨牌 其實你自己預料 可能半年 其實世界的通關 或者疫苗很有效 其實現在買下新售禮 因為現在才15元左右 但你要知道 上當初是由25元 30元這樣跌下來 當然那時候是上一個週期 最高的時候是100年的35元 現在還有 來高位還有一倍的回報 假如它可以回到1817年當初的數據 其實是有不錯和比較穩陣的 而且公司的管理層做得不錯 短期的技術走勢就差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買新售禮 就不用急 我覺得新售禮還可以作為 分住去買的一種公司 至於1888 因為已經升了很多 當然還有個勢 但是你看到1888 其實估值上面 都不是特別便宜 就是說如果從工業股 角度 它之前的PE 就是18 當然這個報價機 未看到最近的情況 你看到它的TTM 即貴度的PE 其實都是18、9倍 其實你去6、7元的時候 只有10倍 如果你從這種估值區間來看 其實現在已經不是特別便宜 所以如果你要買健康 我覺得小小住 你可以坐久一點 不過唯一好處就是 不算太多蟹貨 還有優勢 強勢 看看它 看好積層版 有些人 就連買300 一齊看一看 都是第一位 今天你不要管 咬腰彈回6% 又上回2元 你以為今天 嘩 一開始的時候 我看著它 1.82的時候 嘩 沒有啦 裝走了 但你又看它 不像 為什麼不像呢 真的 還有賣出賣入 每天都成交意義 去計算 都挺誇張 這一個重點的玩法 觀眾朋友Kristi 問300 還怎樣看 可不可以回到3元 明顯3元有貨 明顯3元有貨 這個位置就不會做止洩 但是 因為整個版塊 或者整個炒作 之前過了龍 所以你見到 無論是968 信義光能 或者是福萊特玻璃 其實你見到 都是跌下來的 市場的氣氛對於 新能源 例如光復版法 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至於 現在買不買的話 其實看你 是否可以坐到 如果你可以跌到過半 跌了兩三成 都沒什麼所謂 這些位置分鑽 其實又不會太差的 當然如果你分鑽 或者買重鑽 其實如果跌穿 例如跌穿 早前的8元 要不要做止洩 但它都觸碰過幾次 它都觸碰過幾棍 過八過七給你看看 過八的支持很強 一是升的上升階段 也是早前的阻力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的支持十分強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不跌穿過八 這些位置 例如過九萬 一個八號幾 其實買到的直播率比較高 但因為始終是一個下跌趨勢 它要完全反轉 是要一些時間 市場的資金去推動 氣氛去推動 都是 休息之前說完這兩隻股份 香港電視 升3.2% 有些朋友都期待 黃先生和黃外基的份業績 會是怎樣 理論上疫情應該是受惠的 看到買判都是積極的 究竟業績出來會不會是寬天氣地 還是業績之後見光死 有些股份都是這樣的 即是推完業績之後 你看看3690 一推完業績 其實業績之後見光死 就是由京都開始 無緣無故的 京都份業績多好 嘩 崩盤式 跌下來 3690 都不是很差 有錢賺 不過上一季就差一點 搞社區團購 又跌下來 究竟會不會是這樣 各州極端的 即是有些出現業績 即是1088 那些 嘩 神華 昨天升多少 演媒 有沒有錯過演媒 沒有 沒有 以前有過 即是去年有段時間有過 是嗎 可以部署一下 記住1137和1337 即是雷蛇雷蛇 都升6% 又是了 有機會挑戰 如果現在站得穩 在2.6 下一站又去3.1 3.2 因為這個圖案也是很容易去捕捉到的 往下的時候 你沒有被震走 現在又可以有上升勢頭 說真的 過七始終是很明顯 你指洩位定在過七就最好 因為大股東是過七的時候 大手買入的 現在又是等到2.7 看看股東出不出貨 股東不出貨 你就陪他一起繼續開 這個操作或者這個玩法都是相對容易的 希望大家都有些水收拾一下 剛剛有個觀眾 1337兩個半有貨 上網多少 我剛才說了 3.1 應該是 上網 如果在2.6這個位置 站得穩 橫行一段時間 或者用兩三棍 按了上去 如果升得很急 就早點走了 如果又是橫行一段時間 儲了貨 然後再一步一步上 就有機會挑戰3元 這也是他過往的圖案 看圖表也告訴你 給SUNNY休息一會 轉頭一次過再回答大家 也有很多問題 謝謝 你有沒有簽過床單 你咯 你說大話 你都沒有碰 上集聽林作講床單 是不是聽到很興奮呢 今集林作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為何人經常說保險是騙人的 記得留意今個星期三 UPTV晚上10點鐘的林作保險 如果想看完整的精彩 影片短 立刻上UPTV的Facebook 或者YouTube Channel 好 繼續回來才智通勝 今天繼續有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員 財富管理策略師 溫冠倫薩 替我們分析大事 現在升310點 總成交金額差點跳錯了 1249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股份 要搭一搭散戶朋友 剛才回答到陳先生 就是968和1799 今早有國策推出 可不可以進入呢 1799和968 1799 信義光能和新特能源 這兩隻新特能源升到10% 好誇張 信義光能就上升了 跟剛才的3800差不多這樣升 剛才新年又說了福萊特 對不對 這兩隻值不值得入手 其實每一間公司 都在大方向國策上 都會越做越好 因為市場 和它可以為社會貢獻 或者產生電能 電力這些 都是頗好的公司 而你要首先判斷市 現在是否跌得差不多 現在是反彈 還是市場的趨勢 已經跌完了等等 所以你選這些公司 其實不是不好 你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你究竟是低位分段儲 還是反彈 還是你覺得這個位置就是底 你再跌下去 或者怎樣都沒有所謂 所以去定自己怎樣去選擇 至於新特的話 你看到它的波幅 上當場3元 跌到14號 其實跌了50幾% 其實跌得特別多的 其實上面很多蟹貨 就算這樣反彈 也是反彈為主 所以如果你今早買到的話 你手上有渣欄 你再多幾天 再看看是否見底的息路 你看到很多指標 其實都是向下當中 是差一點的 所以1799 如果你現在才看未買 我覺得你再多看幾天 一旦就橫行到牌 一旦就分住 這樣去定 至於968 信義光能 其實都可以說是光復裡面的龍頭 但你看到圖形跟1799 真的差不多 就真的比較弱計 稍微有一點反彈 即是移動平均線 或者RSI 市場動力 其實都是暫時有反彈 沒有反轉 但你說要分段儲 我覺得這個階段 如果有機會形成雙底 其實直播率是有高的 但是你不會一次過注入 買下去 其實都幾波動 你都不是說這些光能股 說真的 這些都是做實業 又是跌了一半的 你跌了25元 跌到現在12.5元 13元 可能之前升得多 那些都全部倒下來 都是很難搞的 要解困 剛才那位觀眾 陳先生 都在問 入不入好 相對輕鬆一點 有些朋友 就拿著整首SARS股 2013和909明元雲 觀眾阿珊就問909 41元有貨 可不可以回家鄉 今天都算是這樣的 升到5% 但未聞就不多 按下8083出來 看看它 有讚 就上回少少 去到兩個半 即明元雲 怎麼看呢 我想其實整個SARS版塊 都要磨 我自己就 那個8083 就是採取分住買入 你見到 業績出來 其實有讚 是 即是相對是 即是好少少 看來 還有它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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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因為明元雲 它是細分領域 究竟 其實將來市場 會喜歡細分領域多些 還是 其實喜歡有讚 和微問 它鋪在整個市場 因為 你明元雲 主要的客戶 是房地產客戶 但是 是否代表有讚 不可以吸納你房地產的客戶 有機會 這個商業模式 就要看他們管理層的做法 所以 整個SARS 其實都會跌得差不多 市場 即是 重股 或者對於市場 氣氛好少少 其實這些都會升回頭 只是看你怎樣選擇 明元雲 我覺得都不會特別差 始終你 由六十幾元 六十元 去到 這個位 我覺得 如果你是很喜歡它的話 這些位置買了 就要留意 紫舌 如果紫舌 停在哪個位置 就可以 用回 即是 三十五元 即是 現在是 三十四 現在是 三十五個一 我都可以用回 即是 那天是 三月九日 即是 上次那個底 那底 那底 三十三 應該是 三十三個半 用三十三個半 即是 跌穿幾日 都還跌穿的話 其實 應該連市場 最後那一陣 都跌下去了 但應該大機會 不跌穿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二月中 二月尾 和三月 跌了這麼久之後 其實四月中尾 怎麼都有一些 例如 下個星期 怎麼都會有些 反彈 即是 是否代表立刻反彈 反彈完之後 你升了上去 你是 先獲利 還是 保持著呢 你就要自己 考慮自己的痔瘡 是 轉角度 加上6618 Morning Star 問112元 有貨 現在是115元 今天京東健康 升8% 那是否值得先走走它呢 我自己有這隻 我是分住存在的 因為 你從醫療版法 剛才所說 例如 陽明康德 陽明生物 我們是喜歡的 所以 難得跌下來 例如 853微創那些 我們喜歡的 例如 本身的心通醫療 我們是喜歡的 所以 這些跌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 每一兩個星期 兩三星期 就買少許 當分段地儲 當是儲存 去做 健康 出來業績 有好有不好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做 所以 現在橫行區的時候 又未完全突破 未完全突破 就是小小住 才有這隻股份 再等 我覺得 中長期來說 京東健康 阿里健康 或者微醫 微醫的PIP 我們有投資 希望可以順利 高估值上市 然後 暗盤 或者上市之後 有爆的話 那些獲利空間 會更加之高 微醫 正常 就應該贏到 京東健康 1833 其實沒有說 誰贏不贏 整個產業鏈都會水漲船高 都會好 因為中國的移動互聯網 實在太強 不像我們香港 我們都要去哪裡買藥 所以他們會帶來一個用戶群 那個產業鏈 譬如你看完平安好醫生 或者其他京東健康 他有你的病歷 然後可以透過微團 可能有些藥已經送給他 自己送給他 對 自己內部送給他 阿里健康自己內部有些藥 因為後面的盈利 實在可以有多元角度 你不像 例如3320 華孕醫療那些 我就有很多門店 當然老一派會做 但是 你會知道 你門店要人手 還有要租金 所以 你用另一種網店去做 所以我覺得 這個版法 我們都會 在醫療入面 是其中一個比較喜歡 都會看長遠一點 嗯 那就按一下 133 這隻我想和Sunny 聊一下 會不會好一點 你看他確認了底部 之前 當然你說 那幾棍掉下來 真的很差 但是 現在形成一個平台期 基本上 90元以上 都不會輸 有能力 按上去100元 但是100元 去到105元 又有些阻力 這樣 是不是都可以在這個 range 那10元 十多元 那裏有少許波幅 可以炒作一下 當然 現在還是 是不是在那個 橫行區 其實要過多一兩個星期 才知道 是不是做了一個長方形 但是我覺得 都是剛才那個概念 你如果是看好 下半年的市場 的話 那你在這段期間 每個月 可能買少許 買兩三個月 是其中一種策略 我就採取這樣的策略 但是 你接下來的村底 走不走 看市場的氣氛 有些可能村底都不坐 跟他坐死 都是 是 難道 有些就會突破才會買足 例如 平安好醫生 其實你真的會買重一點的話 其實怎樣都等他 突破 例如3月 3月幾號 這裡 這裡 3月 3月18號 短期阻力的位置 升破105.8 1506 這支上面突破 這樣便會買重一點 博它是見底 還有突破的橫行區 還有上升開始的趨勢 但現在還未見到 這些 因為我們除了自己會炒自己的錢之外 我們自己都有自己的分 基金 或者可能一些 提供的資料 去做 是的 大家可以在資料裡收集更多不同的股份 以前觀眾朋友問股份 通常在內需裏做的類比 現在大家都聰明了 例如這位觀眾 Stusty 就說兩位很想問一隻 2333 長城汽車 還有一隻 9922 現價可不可以買入 變成 撿了兩個不同的版塊出來 一個就是 終極內需 九無九 海底撈 鹽海 那些 520 那些是一個版塊 另外長城 他就匹了一隻長城 即是汽車股又選一隻 內需股 飲食股又選一隻 那這兩隻股份 是否可以兩隻都尖手呢 如果駐馬舊的話 還是有一隻又看好一點 有一隻又沒有這麼看好呢 Sunny怎樣看 我覺得兩間公司都不錯 當然汽車版法 我自己當然會選一二一 當然一一你買一手的駐馬要重一點 現在都要七萬多元才買到一手 當然你長城汽可能一萬多元 或者一萬多元已經可以買到一手 從分駐角度來說 長城汽是從策略上好一點的 但我覺得未來市場的發展 其實比亞迪當然是龍頭 銷售也好 以及刀片電池這些 繼續利好 長城汽車就說 他究竟流行的發展 是否可以 市場可以獨佔到頭 特別移出 我們就要觀望一下 我覺得如果你類比長氣 對比東風 對比175 我會選擇長氣多一點 所以香港的汽車版法 就算蔚來 理想回來 我都會選擇比亞迪都 和長氣多過其他 對 未來我覺得會比小鵬 和理想 和銷售 當然你小鵬 其實說自己的AI的路程 或者自動介駛很好 但如果是這樣 怎麼會不選擇八度 對 是啊 還有你反過來 自動駕駛的 自動駕駛 自動駕駛技術 如果真的叫你用 或者叫你使用 你又夠不夠膽呢 現在突然說 我有輛車了 我猜真的需要很多時間 去做一個驗證 才可以 因為始終是生命 還有很多人 其實駕駛喜歡掌控軚盤 他不只是想A to B 我坐上車 好 到目的地叫我下車 是他真的享受駕駛 享受在路面那裏罵人 咳線 沖燈 有些朋友是這樣的 說著說 恆子有沒有升那麼多 升276點 是不是都釋出一個訊號 就是 今天有機會微微升 升百多點 因為都回到剛才 Sunny其實很適合 兩點鐘的時候開節目 說了 其實很多金融機構飽煲 今天其實沒有幫升那麼多 你見駕駛美股當然 你見道指創新高 但是 金融機構其實不太行 其實也都反映後市 應該上車的動力 都有點欠逢 是不是都 叫做 難搞些 或者要先觀望一下 我記得上個禮拜 跟你談 大家 感覺就是牛鑽紅 當然這件事 此刻沒有發生 此刻沒有發生 是不是代表下個禮拜 不發生 是不是沒有什麼機會 看回兩萬六千多的低位 有可能的 市場突然間情緒變差 可能要虧的已經虧了 有些大的資金 可能一穿過底 再沽再差一點 都會有的 因為市場都是跟著趨勢 或者大會去做 當然要選擇板塊 還有你自己賣的位置 好像9922很明顯 它的走勢比海底樓好 所以剛才那位朋友說 9922我覺得不做 要你買了 就保持住 但是來到這個位置 可不可以再突破 都可以突破 今天的高位 明天都可以站在32元 或之上 其實就應該有一輪聲勢 可以看看 有些觀眾朋友問 可以自家 6690 這隻34.5有貨 可不可以 stronghold 我沒有記錯 可以自家今天 還是明天出業 這隻股份 你又怎樣看呢 因為買個位置 就比較高 所以都有15%的差距 就過了些止蚀位置 但是我覺得這間公司 長遠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是 有得混合的話 可以過多一兩個禮拜 如果可以去到 大概是 28元邊這些位置 其實混合多住 問題不大 但如果混合多住 跌穿回 看先 28元邊其實幾天都做過一次 對 如果你混合多住 如果真的跌穿回27.5元 其實都要做一做止蚀 當然應該機會就不大 但你要見到 其實還是一浪低一浪的走勢 其實基本面 其實我們當初都說了 我們都喜歡這間公司 但現在沒有就是因為 它的走勢一般 又不是我們想儲那些 若名生物 若名康德 或心通醫療 就是我們 對於它爆發的前景 和波段性 比較喜歡 說開若名生物 Herbert Ho 就問一隻269 短線可不可以上到100元 看你幾短 其實也有上過 今早就上過 但是你簡單的 就是我們在這些位置 我們都沒有在最得七十幾元買 我們都是八十幾 九十幾 甚至九十幾 我們才分段儲 第一 我自己做月工 每個月買些 第二 就是買些倉底 分段買 我覺得就是未來一年 破之前的底 其實是很大機會的 嗯 給阿迪阿娟再問 現價位是否可以入第一柱呢 嗯 我覺得就是 昨天的業績出來很好啊 所以見到今天其實 有個客人已經在 我覺得看你有幾柱 原來你有十柱 那你當然要買第一柱 嗯 當然你說你第一柱 我覺得就未必會在這個位置買第一柱 當然如果你是有三至五柱 我覺得這些位置你買了第一柱 然後再看一下 如果都是150元 哪些都再買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嗯 那Sherena就問 1099國藥 19元有貨 可以上網多少呢 暫時的股價很貼近 國藥就 我們看起來就不太多 當然都 有些叫做走出谷底的格局 但是 估不到國藥這麼大隻的股份 都幾錯效 有幾棍 我想 看長線還是短線 如果你看長線的話 國藥是在醫藥中是便宜的 即是它過往 的往績市盈率才七倍左右 是 例如 什麼鬼 那些 COVID-19相關那些 又做得不錯 沒有理由不賺錢 只是說 那老闆 裝不去升就不升 這些防守性是OK的 例如 其實如果突破前幾天的平台位置 你見到其實 還未走出過下降軌 所以 既然未走出 就說 細細珠或者你 看好前景的話 就可以 維持住 如果約股 我未必會選這個 因為它波動性比較小 其實比較悶 但是 如果你重重珠 這隻阿奴博士很喜歡 它很常常玩波段 一球一球一球 十七個幾百個去 你十八幾買了 那一兩個月 兩三位就賺十幾萬 這些傳統約股 我喜歡四環 四環有得炒一下 波段也是 現在上來後 我以為它會下樓梯 但又沒有怎樣做到 這裏是否可以 叫做兩元以上 可以試試買 又推上去 四環 我最近也有看開 可以加上去 watching list 那裏 但是 反過來 有個觀眾問 6110 怎樣看 Alfred 這個新疆棉的消息 是否算是發酵源 10.08買了 可以上網多少 挺漂亮 你買那個位置很漂亮 叫做偷博 真是搏一搏下去 10.08 這幾棍 早前你看它 就是Like Adidas的中份 可能會湧入去買 低位 我覺得買的位置很漂亮 短線來說 可以多拼幾天 但短期也不可以升 你看到上星期三 或四的大音竹 實際太大成交了 所以那一刻 一定是大資金離開 一離開 其實它不會馬上買 它一定是原因 所以你看到3月24號 最高是13.1 有沒有看錯 13.1 跌到最低 10 看錯 對了 那天由最低的10 12.4 到10.6 哇 你差不多最低位買到 神 很厲害 所以你既然拿著 可能不是 可能3月9號買 3月9號都試過 所以既然你買個位置 如果你前幾天買個位置 其實我認為你駕駛幾天 但是駕駛幾天 其實去到12元 如果看到陰燭或阻力 其實可以先吃壺 這就是短線的走法 但中長線真的看不通 你怎知道他們 這些內地或者他們做什麼 新疆棉花是不和你玩 是要杯葛你 中長線的東西真的看不通 難搞 總之 你繼續強勢 2020年23年3月1日 那些 調整一點 你再搏 那些就更好 因為那些奧運開幕式之前 其實還有一段 炒一下 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根據往績 但是記得 開幕式之前 就走光了 這些股份 你看到這個版法 彈了上來 這幾天都走勢差一點 對 安達和李寧都差一點 是 會不會搏一下1361 都不是 都是高位的階段 這些二先一點的東西 1361就炒了 是 二先一點的 之前沒有跟他炒 現在不炒了 嗯嗯嗯嗯嗯嗯 那靜靜之師 說什麼 我想奮身加住419 懷疑騰訊娛樂 這些真是 哇 日升日跌 難搞些 我覺得控制著 現在會不會都是 沒有什麼蟹貨 繼續夾上去 會有機會 是不是開車 靜靜一定有消息 不過今天的突破 真的漂亮 是不是 今天的突破 真的漂亮 我不知道可否追一追 踏一踏順風車 就是419 因為我自己 反而騰訊音樂 你猜 低位就再買一點 因為我看的 那個騰訊音樂 都可以看好一點點 但是 那個就牽涉中美關係 如果他說 你在美國上市的股份 就是不侵你玩 那究竟是否真的做得出 一件這樣的事 我自己也有些保留 觀眾朋友問一下 358 江西彤 江西彤 叫做 什麼位置可以入 想試試買一下 我都可以等多一陣子 你看到整個板塊都差一點 是 就算早前 銅價炒起來很高 但你見到 這些位置是否低位儲存貨 還是低位橫行 我覺得 就算買了都沒有那麼快 就是有個大升 都是 所以我覺得 358 這些資源類別 除非你是吵 你看中長線 看三個月至半年 我覺得 這些位置 你買了第一注都不差 但你要定回止蝕 就是 這個是 100天線 100天線 如果是13.8 其餘 就是 鐵穿13.8 之後幾天 都想不到 其實就可以做止蝕 嗯 嗯 如果江西彤 有的觀眾 就 坐下來 那隻2013還沒聞 JT就問那隻2013 應該怎樣去操作呢 那什麼位置買呢 先看看 18.5 18.5 都不算很高 其實很多人 2015元 有2013 一直沒有止蝕 現在都擺著擺著 但是看來 就沒有什麼上升力度 見到更多 還是橫行當中 還有 這個板塊都要一點時間 但我覺得 18.5又不是特別高 等得的話 就可以等一等 但如果市場不就 接下來跌穿 3月25日的底 跌穿15.5 到時 再考慮止不止蝕 因為這些難得 相對比較低位 遲貨 如果你接下來再橫行 都會分段買到的話 我覺得 Software as a Surface 這個板塊 其實今年應該 還可以炒一下 不如回答267 Din Wong問中信股份 怎樣看呢 這隻股份 真的很悶 悶悶悶 今天升了5% 可能是否業績大動 還有圖也很漂亮 對呀 沒有留意 中信和中金都很厲害 其實我自己 只有港幣 沒有什麼想衝進去的衝動 但你不衝進去 它就不斷升 反而想買的股份 一直坐船 坐著潛水艇下來 挺漂亮的 我錯過了 如果早點留意到 都會買 因為今天突破了 其實今早應該要買 如果未買 其實可以買少許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都足夠經濟 中信股份很多 中信 很多 所以難得圖形上做得好 還有市場資金 就這種比較穩陣的股份 其實我覺得不錯 所以你見到它的股值很便宜 所以這些就是價值股 和相對比較低位 當然你由5元到7元 其實都差不多升了 3-30-40% 但我覺得對比之前 有高位到11-12元 其實還有一個直博率 當然 一是你可以先買少許 二是讓它回調 可能到7元邊 這些位置 或者6.9這些 買得好一點 今天升得最厲害 你以為新州8% 並不是 你以為是京東健康8% 並不是 Lenovo992 12% 上來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它的對手 加價 即是華碩 那些電腦 即是我們平時用的電腦 加價 然後聯想就衝憬著 人家加價我們都加了 然後刺激股價 大幅度刺激股價 嘩厲害 有隻992 真的 不看不看 所以說 你有時候在股海裡面 去選股票 你真的選中一兩隻 你都夠起位 說真的 你12月中的時候 你真的買隻992 其實 它都有跌過幾棍下來 但你那時候收集 你現在都成為了 真是 真是王者榮耀 我覺得這些都很厲害 992這些 不覺不覺 真的升得很漂亮 我覺得 我又是錯過了 如果你8元的時候 肯夠信心 入一進去 然後又有兩元代得到 高位就11個幾 有權再上 完全沒有蟹貨 992都 多誇張 是不是都看好一點 這些股票 是啊 市場這麼差 其他都跌下去 你看到TMSJ 科技股 竟然它這麼好 再加上 它的母公司聯想控股 都增持它 高位都增持 為什麼很高位增持 信心的表現 是啊 有power 是不是 可能將來聯想 還有其他的聯想 可能 Cavin Wood的股份 應該買一下 聯想可能有機會上太空 是不是 看一下 這個剛才也有些 連登契媽推這個太空探索基金 出了 究竟持有什麼股份 全部都可以 大家可以 大家溫習一下 看開 其實我不是主要想按 我主要是想按 這些穩陣的股份出來看一下 美股的世界 近來 阿欧有看一隻AI 有沒有看開 這隻 做人工智能 是啊 近來股價都好像 有得上升 跌4% 它是這樣 崩盤式跌下來 有170元 它上市那天 我記得跟 多dash 我印象之中 一起上市 焦點就在那隻 但 之後就慢慢走回 一些節目 然後現在又上升 它主要的客戶是什麼 就是阿斯利康 和美國空軍 它就是做一些AI的服務 即是人工智能的服務 我剛才說的兩件事已經夠厲害了 阿斯利康 你每天都聽 是不是 即是疫苗受惠 第二就是幫國家做事 那你見 如果中國 有一些幫中國國家做事的股份 又會有利益 那幫給空軍做事 它也會有一個聲勢 我覺得跌下來 現在 真的值得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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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隻股份 譬如回上去 100多元 就真的有些超過價 和超過價 那我就覺得 62元 可以真是 入一入第一注 那你說62元 阿歐看多少 那當然是上回100元 最基本 喂 一隻股份 如果是美股 60元有貨 那你就入第一注 那輸 你猜會輸很多嗎 這些股份 那第二就是 它一下子爆上去 上回100元 真的潛力無限 好過你炒Tesla 我自己覺得 因為近來 大家沒猜 其實看來看 例如剛才有些朋友 按LIKE來看 或者按迪士來看 我不是說沒有 太悶 太悶 即是它的範圍是有 但上上下下的範圍 你看看 LIKE說來說來也有10元 玩來玩去也有10元 喂 如果我想aggressive 我當然去看AI 對不對 AI說有40元 而且進去那一注 又不用這麼大注 對吧 這一隻 反而我自己 就比較喜歡 在美股那裏 建議大家可以收集一下 即是60元以至 剛剛好啊 跌4%下來 完全是帥 即是42元 今晚就立即 已經設定 買進去 衝進去 為甚麼呢 我深信 Cathy Wood今晚會 會令到整個科技股板塊 都摸高 究竟是不是死貓蛋 我不知道 但至少你 用day trade來說 你62元買一東西 那可能已經70元 已經股價上到70元 或者72元 那你已經可以先獲 走一走 那大家 叫做 賺餐查錢 你都知道 我們都不是 小小肯移情 對不對 最緊要 HAPPY HAPPY 今天非常多謝 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 財富管理策略士 溫冠倫 SUNNY幫我們分析大事 謝謝SUNNY 我們下個星期可以休息一天 因為這個復活節 其實我們可以打球 游山換水 踩單車 變成下個星期回來 再跟SUNNY 聊天 講股市 謝謝SUNNY 謝謝SUNNY